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我們又請到S先生和大家聊聊天 我們看到現在世界局勢非常混亂 但是混亂得來 其實我們看到整個情況很清晰 為什麼呢? 因為美國向下走 中國向上走 雖然世界局勢有少少危機死卜 我們知道戰爭 其實不斷有機會發生 或者有某些大國在提醒大家 喂,你好,走了 那些有錢人走回到我們老尾那裡 但是的時候 究竟如何分判國際局勢呢? 因為大家知道S先生和我們講得最多 就是有關國際上高的事 那這個情況是怎樣呢? 我們今天就聽S先生的美美到來 慢慢跟大家聊一下 S先生,你好 你好,Mona 嗨,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呢 因為其實世界上現在最注重 就是看了兩個大新聞 一個就是北京的東奧會 另外一個其實是福克蘭的 所以就另外一個 就是今天我們講福克蘭的 如果是講福克蘭的那裡 我想先講福克蘭的那裡 讓大家認識到那個現在全世界的福克蘭的那裡 其實可以說今年呢 就是那個今年或者這兩三年呢 就是那個福克蘭的格局的終結了 那現在這個時候呢 美國應該是最後的福克蘭 盡第一波的 嗯 然後之後呢 我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麼 美國其實對福克蘭做了些什麼呢 怎麼想呢 那俄羅斯又怎麼做呢 怎麼去想呢 然後最後呢 我們談回那個主任中 阿福克蘭又怎麼呢 那給大家呢 有一個全面的理解 那其實在2022年呢 那個 那個 國際那個 的局勢 我們可以說是 風雲環節 大天環 那 那 挺厲害的 那還有這些事情 大家都會發覺呢 就是現在 其實事情變化 越來越快 那大家呢 越來呢 也都看不清楚呢 這個世界 是怎樣的 現在這麼 五七八糟 所以呢 就跟大家呢 首先現在就撕開這個疫情的問題先 不說疫情先 就單純呢 就在那個政治的角度呢 來看這個世界的那個局 嗯 那現在 今天那個當今那個世界呢 最有影響力的大國呢 是怎樣去互相來制衡呢 是 可以明白的 這個大國之間的關係 大家只能夠呢 對目前各個國家的動機啊 各種的部署啊 戰爭啊 有更深入的認知的 那先講述一下 美國現在呢 這個階段呢 最高的戰略目的 就是 美國雖然已經是衰弱 但是我們說 爛船都有三分釘嘛 嗯 那如果一下子 就明天就倒進去呢 但是他現在來講呢 仍然都是這個世界上呢 是唯一一個超級大國 那對於美國來講呢 這個階段呢 是最高的戰略目標 所以他仍然呢 是 美國優先 啊 這個單條 他為中心 為我一個專門 那 啊 但是問題一樣的了 你美國呢 是很有志氣啊 但是你很有志氣呢 不代表你有這樣的能力啊 那 那大家想想 經常講他們說 美國夢 那你要給美國 去講一下都可以的 人家去刮夢 難道不讓人講嗎 是吧 那雖然呢 美國現在目前呢 呢 遇到這 好 各種種的困難 但是呢 只是呢 美國呢 能夠 吃了 歐盟 或者是俄羅斯 或者是中國 任何一個 國家 那 美國呢 就可以 可以呢 仍然呢 依舊呢 是有統治全球的希望 嗯 因為要靠自己就可以了 現在要呢 要呢 2011年的前呢 美國制定了那個 大中東的計劃 那這個計劃呢 就親自呢 就策劃了這個911事件 然後呢 藉口呢 就進去打火 那 還有呢 五大規模殺傷 性武器呢 就介入了這個伊拉克 那 那 東西兩月呢 就來呢 去合圍這個伊朗 一旦呢 伊朗呢 給美國人呢 是分食了之後呢 那 美國就會控制 整個中東所有的產油國 只要這個的戰略成功 那美國呢 就能夠統治全世界 嗯 那 世界最主要的其他的大國呢 對於美國這個這樣的計劃呢 其實都很清楚了 知道他做什麼 也都很怕他能夠成功 那具體來 看來呢 現在呢 現在呢 美國要打伊拉克啊 的時候呢 有五個國家 是投棄著的 有什麼呢 有俄羅斯 有德國 有巴西 有印度 有中國 那美國 打底伊拉克 之後呢 中國 俄羅斯 歐盟呢 又呢 策劃呢 這個伊朗的一個問題 去阻止美國 控制這個全世界的 所以這個過程裡面呢 就是中俄呢 從這個技術上面呢 來支持伊朗的核爆 歐洲呢 就從經濟和政治方面 有支持 支持這個伊朗的 那麼最終 就搞到的伊核 六方會談 就是呢 英國啊 法國啊 德國啊 美國啊 俄羅斯啊 中國 那麼阿富汗戰爭 接觸呢 這個阿富汗戰爭 這個阿富汗戰爭 和這個伊拉克戰爭呢 就沒有使到美國呢 是實現到 控制這個伊朗 所以 因而呢 就能夠呢 使他能夠呢 完成了控制 整個中東的目標 那這個呢 其實就是 美國的大中東計劃 而在中國 和歐洲的聯手之下呢 美國的大中東計劃呢 就破散了 那 而美國呢 統治全國的最高戰爭呢 也告吹失敗 那 而這個計劃呢 在2011年呢 就已經是失敗了 那標誌著呢 那這個事件呢 就是 2016年呢 美國宣佈呢 是取消 對伊朗的 那個 經濟制裁 那 那麼 那大中東計劃呢 就失敗呢 就看到美國呢 就背負著呢 沉重那個經濟的負擔 那 那加上呢 呢 中國那個的 那個強勢的國際呢 呢 美國呢 沒有能力呢 再維持呢 呢 這個的世界 單邊主義 那 那 那 世界的格局呢 也不可以定義呢 是要進入了 這個科學化了 就不是 美國一個人說的 嗯 那對於美國來講 目前最高的那個戰略的目標 是要維持世界 單邊化 所以我們經常都要說 美國優先 那 就是以美國為優先 那 美國優先 現在大家都看到 美國真的是優先的 在疫情裡面 他是優先的 嗯 負債方面 這個優先的 在通脹裡面 也是優先的 嗯 疫情裡面死的人 就是優先的 他什麼都是優先的 在這一方面 就不是在好方面 那 美國要吃 吃了這個中國呢 俄羅斯呀 歐洲 或者伊朗 其中一股的勢力呢 美國就可以呢 維持它那個 那個 單極化的世界了 那 2011年之後呢 美國提出 重返亞太戰略 那就是呢 就想吃了 吃了中國 策劃呢 那個南海事件 和制定這個 這個 這個 貿易協議呢 為了 為了呢 為了呢 俄羅斯呢 美國又策劃了 這個 烏克蘭事件 那這件事呢 本質上呢 是製造 烏克蘭的事件呢 來圍堡 俄羅斯的 從經濟上面 來制裁 最終呢 可以 解體 俄羅斯 所以大家看著 美國呢 咬著不放 如果是得到 俄羅斯 如果是解體了 俄羅斯 那 就獲得到 俄羅斯的石油 一旦 這個目標實現 達到 那中國呢 就完全要被 美國包圍了 因為 日本 這個 這個 韓國啊 還有印度啊 這邊 上面有俄羅斯物質 包括中國 嗯 而且石油那個 能源 基本呢 就可以 終點這個 中國的 那然後呢 再通過 經濟制裁 中國呢 就分禁中國 這是他的想法 在這種情況之下 中國和俄羅斯 就全面 深化了 那個戰略 那邊關係 那 因此呢 中俄呢 可以 中國呢 是缺少能力 但是中國呢 又不缺錢 嗯 和生活呢 就必須的 中低端的製造業啊 俄羅斯呢 就不缺乏所有 但是呢 俄羅斯是缺乏錢啊 和中低端的製造產品啊 所以他兩個加起來呢 就剛剛可以 那中俄的結成同盟呢 只要呢 不會呢 中國或者俄羅斯的國內呢 就要外面 靠著中俄的互補性 還有呢 這個強大的軍事 美國根本就沒有能力呢 去吃這個俄羅斯 或者中國 任何一方的了 所以跟著 中俄的全面那個 深化戰略和共和關係呢 美國那個單極目標呢 基本上 又破產了 跟著美國呢 維持單極目標的破產 那世界就逐步進入了多極化的時代 多極化 就是說不是一個人說的事了 就會很多國家都會出來的 為了實現這個 這個的利益 最大化呢 尋求再次單極化呢 美國呢 就沒有辦法 而造這個戰力的收縮了 那尋求呢 世界那個兩極化 要求呢 是想要世界兩極化呢 那 就呢 就只能呢 中國和美國 這兩個做兩極化呢 就不可能其他國家做了兩極化了 因為美國已經跟俄羅斯 完全沒有信任關係了 那 曾經 蘇聯 曾經信任過 美國 結果呢 美國呢 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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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烏克蘭作版,所以在地緣正義那裏,美國雖然控制了歐洲 而俄羅斯差差又在歐洲那裏,而且歐洲和俄羅斯又鬥爭了很多年 可以說是幾千年,所以美國為了控制歐洲,就必須將俄羅斯作為自己的 歐美發動波索旭戰爭,把俄羅斯和巴爾幹島趕出 發動利比亞戰爭,伊拉克戰爭,把俄羅斯的勢力拔除了 支持車神戰爭,支持格魯吉亞戰爭和發動敘利亞戰爭 都是想要徹底圍死俄羅斯,當然俄羅斯不可能被俄羅斯圍死 這個背後的關鍵就是中國,因爲中國也很清楚,如果在蘇聯解體之後 歐美的勢力那時候是達到最尖峰的,如果坐著在俄羅斯被侵蝕 中國也沒有辦法獨善其身,因爲這樣,中國就會完全支持俄羅斯 不讓俄羅斯就低入,因爲中美之間並非沒有合作,任何合作的可能性 如果美國不能夠給中國足夠的利益讓利,那中國就不會和美國合作 美國想要實現世界兩結化,就需要給中國必須的指點 就是給中國完全帶領亞洲,所有亞洲國家都肯中國的控制範圍 這個說控制範圍,不是中國控制他們,而是說軍事 因爲現在美國的軍事侵入,如果美國軍事不肯到的時候 這個就全部就在中國的範圍裏面,控制範圍裏面 只要美國的軍事撤出亞洲,被中國的軍事勢力,全覆蓋亞洲 因爲你覆蓋亞洲之下,就變成了穩定,穩定你的經濟發展 那這樣,你說想要再介入亞洲的話,唯一就只能夠和中國發生世界大戰 而這條路呢,就將會是整個地球的毀滅戰 如果美國不能夠放手,中國控制整個亞洲 因爲現在你說的兩極嘛,就變成了亞洲一極就是中國 另外呢,歐美的一極就是美國 如果美國不能夠放手,被中國控制整個亞洲 那中國也不只跟美國合作,那世界是不能夠有兩極花 於是世界就會進入多極花,那會變成了什麼呢 中國、美國、歐斯三足頂立 美國想要實現世界的兩極花 不只要讓中國釀出大量的地狀政治權力 同時也要歐洲釀出中東的機油 機廣石油,機廣石油,機廣石油,那個分裂 正是因爲這樣,美國只會有兩條路可以走的 第一條就是逼在歐洲,那就是近幾年 美國在歐洲不斷製造恐怖襲擊 那它主要的原因,因爲美國怎能夠介入呢? 它又恐怖襲擊,它又介入去 但是很多時候的資料說,那些恐怖襲擊 那些恐怖分子,它全部都是你美國人支持的 還在那裡演戲的 那有時候我們經常都,中國人有句說話 就說,來說是自卑者,便是自卑人 那美國人,大家就很清楚它 那製造恐怖襲擊,有兩點的好處 一個就是通過民意,就使得歐洲政調 要幫助美軍介入這個歐洲事務的罪壓 二就是讓歐洲得到安全 讓歐洲的資本就可以走到美國 去緩解美國的經濟上很巨大的壓力 不過歐洲也看到美國會遲遲不穩出兵 因爲歐洲也有自己的國家利益 第二條路就徹底解體歐洲 只要是歐洲解體了 因爲歐洲的資金全都會移到美國 那美國又可以起死活生 是嗎? 同意 我想要實現這個條件很簡單的 就是斷了歐洲的油和氣 但是一旦美國控制歐古老的石油體制 斷了歐洲的油氣 又可能會因此給俄羅斯找一個翻身機會 俄羅斯就可以大量把一些油氣提供給歐洲 那一旦歐洲和俄羅斯 是歐洲傾向於俄羅斯 那美國就徹底玩而會 它控制不了歐洲 那亞洲被中國趕走了 美國被亞洲被中國趕走了 現在歐洲又被俄羅斯趕走了 如果是這樣的食法 由於美國是處於在美洲 如果去美國的話 它就變成了美國只能夠 孤家寡人孤獨在美洲 自己一個 那你做什麼皇帝都可以 那時候美國又只會 另一個比較大的國家 以後的勢力就不會有可能 觸及到亞洲和歐洲 所以美國就不敢立刻在歐洲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出來 上面所說的那兩條路 第一條路是最好的 但是效果又不是很大 但是最多是去剪歐洲一次 歐洲一次營營 那一招就沒有了 這樣來講 只能度過美國眼前的難關 但是救不了美國 好了 那這裏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 中國在國民黨 去撤出台灣的錢 那這裏我想問這裏金人券 金人券其實那裏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這個有幾樣密切的 第一個就是當時大家都知道 美國就很直接 讓中國的土地直接跟日本比招 嗯 當時他就叫中國 你中國給我頂住日本 給我拖著他百萬大軍 那頂我美國就去這個 又經過太平洋去直倒王 去日本 那當時美國就答應了中國的 錢你出著,人你出著,武器你出著 那你打完之後 我呢 就賠給你 就哄中國去打的 另外一件事 當時中國已經沒什麼錢 當時大家知道我用法幣 用法國的法幣 然後他那些通脹也很高 那你又教他這件事 教蔣介石都說 這樣吧 我就印一些公仔紙給你 你以後呢 其他什麼幣都不太用了 這個大洋那些都不太用了 那你要怎樣去改變呢 改變一件事很簡單的 就是你中國全中國所有金銀珠寶 不能夠作為一個流通貨幣 幾時幾號之日呢 開始要那些人全部拿出黃金白銀出來 換美國引出來的公仔紙 就是這樣 那當時呢 那時北京的中央銀行 我看到他的肌肉就是這樣 那蔣介石就分臨到他的那個中央銀行 那但是中央銀行他呢 他先找一個人來試債 那今天來看呢 中央銀行裏面呢 一顆金銀珠 嗯 那到他們印金銀珠 印金銀珠呢 那第二天呢 因為他們限時嘛 我不記得這個日子是什麼時候 就要一天內就全都可以 如果兼個使用金銀啊 用什麼呢 就槍斃的 嗯 好了 那到想介紹來看那個倉庫 因為那裡呢 全部呢 有了些黃金在那裡 那些黃金之外呢 就叫那些中國人呢 全部交掉所有的黃金白銀出去 嗯 但是那些黃金呢 就不理中國的 嗯 因為呢 你覺得你印了那些綠色公仔紙呢 就這些黃金就運了去美國 嗯 那大家看到嗎 看到 用印那些公仔紙呢 本來是沒有價值的 嗯 那就是以黃金白銀啊 那些來做抵押 那你跟他換公仔紙 換公仔紙錢 沒有錢的 換了公仔紙之後呢 你又得到公仔紙 嗯 美國就得到 得到這個黃金 白銀 那他 其實他現在玩那些的 債券啦 國債啦 都是同一道理 都是這樣玩 嗯 大家明白吧 是明白 那我講講個法幣小小的資料 給大家做一個 就是小小的參考啦 那其實法幣呢 是在1935年那裡出來的 那他初期呢 就跟英鎊掛歐 跟著呢 可以在指定的銀行呢 就無限兌換的 就是一對一的 而一法幣呢 就兌換銀元 銀元一元的 那1936年呢 其實國民政府呢 就跟美國談判了之後呢 就由中國呢 向美國出售銀元 換取美元呢 作為法幣發行的外衛儲備 那所以呢 法幣呢 就改為呢 銅鎊 和美元掛歐的 跟著後來呢 就 其實我們也知道 金元券的時候 其實 很快的這樣就去做的 那這個情況呢 就 以 之前為什麼要用法幣去轉成金元券呢 因為呢 其實已經是沒有辦法使用的了 民間呢 基本上高呢 是用不到法幣 因為 通貨膨脹太厲害了 哈哈哈 先生也有提過這件事情 是不是 所以只可以用回白銀 和黃金購物 是的 以物易物才可以做到的 是的 這個是情況 補充一點點資料 多謝 先生 是 是 那第二條路呢 對美國來說呢 風險呢 就太大了 一旦呢 歐洲呢 被俄羅斯控制了 那美國呢 就只能夠呢 是了 回到老家 去回美洲呢 做孤家寡人的了 是 那美國現在主要呢 是一條實施的走呢 就是走第一條路 那歐洲也都看得很清楚 為了防止美國呢 是搞亂這個歐洲 歐洲加強了跟中國的合作 所以為什麽呢 後面大家有個中歐那個什麼 合作 出來的 但是肯定的事情 就是呢 一旦歐洲答應了美國出兵 中東 那就意味著呢 歐美在各個關鍵的問題上呢 就會達成了這個協議 那美國有可能呢 就會放棄這個 中東的石油的部分的控制權 那中國在上面呢 那 講得很清楚 中國的階段呢 就是最高的目標就是 世界那個的兩極化 那中國作為呢 是其中之一極 那一極就是中國 一極就是美國 如果美國不能夠答應中國的要求呢 那中國就會將世界呢 就推動一個兩極化 那無論是兩極化 還是呢 是多極化 中國呢 都要控制亞洲的了 那 而美國呢 美軍呢 就肯定要撤出亞洲 不讓美國在亞洲呢 啊 就利用軍事在那裡搞搞震 破壞這個亞洲的那個和平 嗯 那所以呢 就肯定呢 就會收復台灣的 嗯 控制南海 就等日本 韓國 東盟 全部呢 會加入呢 中國主導的自貿區 嗯 嗯 那美國的勢力呢 再不會沾染到亞洲的任何事務 同時呢 伊朗呢 也都肯定呢 會倒向呢 中國這一邊 那又尋求呢 中國的 保護 沒有中國和俄羅斯的保護呢 呢 伊朗就肯定呢 就會被美國老人吃掉的 是 伊朗是不可能呢 就會 傾向於歐美的 是 因為呢 你知道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是小比頭的嘛 是 沒錯 沙特阿拉伯 就在歐美那邊的 伊朗和沙特的關係呢 就不是你死我我亡的了 那但是呢 沙特和中國呢 有好的話 沙特和中國和俄羅斯呢 有好的 而俄羅斯呢 顯然呢 就是呢 沒有足夠的能力的 會實現和中國呢 做兩結化 就是做兩結化呢 只有中國和美國的 嗯 那不可能是中國和俄羅斯的 所以呢 俄羅斯的任何階段呢 那個最高的那個 政治目的呢 就是將世界那個的國際人 嗯 推到去多結化 嗯 那就是中國啊 美國啊 俄羅斯啊 歐洲啊 那這個是呢 俄羅斯所接受的 嗯 如果世界上 最終是兩極化後呢 那俄羅斯那個國家的生存策略呢 他那個策略是怎樣呢 在中國弱的時候呢 他就會幫中國去對付歐洲領國 嗯 那大家可以研究 所以為什麼 俄羅斯這麼主動做 我和你 什麼 什麼打手啊 就是 衙門前面做那個保衛 我不知道 這個 什麼 中國不知 就是他打手 我幫你搞 和你鬆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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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馬前櫛 是嗎 做馬前櫛 是嗎 是 是 嗯 那麼呢 就使得到 世界呢 就走向 不幸極化 嗯 俄羅斯在兩極化呢 那裏同中呢 其實他可以找到 再次掘給那個機會的 要實現世界多極化 俄羅斯來說呢 就很容易 因為 只是需要呢 啊 啊 啊 就是呢 能夠 威脅 美聯的基礎 沙特阿拉伯 做了 那大家知道呢 這個 脊柔化美聯呢 是美國和沙特阿拉伯搞出來的嘛 啊 所以呢 他就是針對沙特阿拉伯 那呢 就 為何俄羅斯 敘利亞 和伊朗 聯合起來呢 就是這個主要的原因 近這幾年 俄羅斯苦心經驗 去 借這個敘利亞 那個內戰 加強了自己 在中東的影響力 不僅是獲得了更多 和美國談判的籌碼 嗯 用了緊緊的控制 呢 這個地中海那個出海口 嗯 那就加強了呢 海上那個核威脅 那如果 俄羅斯 整合了這個 伊朗 伊拉克 呢 只要俄羅斯 是統領這個 這個 沙特阿拉伯 呢 使得呢 石油呢 美元呢 鐵底 斷了根基 那美國在中東那個根基 呢 就完全就崩起了了 只要呢 沙特阿拉伯搞了 那石油呢 呢 就大幅減產 那時候呢 江州呢 就不能了呢 不去依靠呢 俄羅斯來提供呢 石油和天然氣 嗯 那這裏大家記不記得呢 為什麼美國會提出來的話呢 呃 烏克蘭的問題呢 要停了這個 這個 德國那個 嗯 那條天然氣管道呢 那大家明白吧 嗯 那你搞俄羅斯 你搞 烏克蘭 關德國什麼事啊 那你就走去說 要停了人的 那個石油氣管道 那大家明白 其實 他們做事不是沒有原因的 是有目的而做的 嗯 那麼歐洲呢 就徹底 就會被俄羅斯控制了 因為你 要所有的天然氣啊 啊 天然氣啊 還有世界各地都靠俄羅斯 如果這個不合意呢 只要呢 這個俄羅斯 斷了歐洲那個 啊 啊 油氣啊 嗯 那麼 那麼 歐洲呢 就會變成大戰 那麼由於 這種的擔心呢 美國呢 自有 啊 拉攏歐洲 和中東一齊呢 呢 來圍堵俄羅斯 那麼他呢 就說 事實上 嘗試呢 可能呢 是 不能夠被 這個俄羅斯 去 威脅到這個沙特 那蘇聯解體了之後呢 呢 世界的格局呢 美國當時呢 一下就獨大了 其他國家呢 啊 分散發展 那麼美國那個 發動了 多場的那個 的 襲擊 中共的所有國家的戰爭 嗯 走到世界各地 作威作福啊 但是 沒有這個國家呢 能夠真正呢 是 去制裁 到美國的 嗯 今天的俄羅斯 想要國體呢 就必須 就要跟中國呢 是一切呢 來對抗美國 嗯 這個呢 就是一個 千載難逢的機會 嗯 今天的老牌的歐美呢 就走向於沒落 而美元的霸權呢 也都搖動 正趨向於這個解體 現在最後的階段呢 美國呢 就必須 要使用武力呢 去維護它那個 歐元的霸權 那麼 中東能源 爭奪的問題呢 已經是非常 美國是用 美元嗎 美國現在呢 是 美國美元 嗯 這個 美元的霸權 你覺得歐元霸權好像 我沒有聽錯 是 應該是美元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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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歐元霸權 是 是 美國是 密謀呢 發動入侵伊朗的戰爭 嗯 設計控制中東的問題 一方面呢 是繼續搞殺 這個 俄羅斯 一方面呢 通過能源來 來控制歐洲 實現了更強 更長久的 這個 美國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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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 一個 銷球 或者 解決中東的問題 最後呢 就是 成績的 是用 武力解決 俄羅斯一直 保守著經濟的制裁 水深火熱 同時呢 也都面臨了北約 的步步進迫 經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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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走向聯合一齊了 嗯 那麼歐洲想要成為其中一極呢 就 其實必要的條件呢 就是能源 和那個中低檔製造呢 而呢 很顯然 歐洲呢 不可能控制得住 這個 俄羅斯的能源 所以 歐洲只能夠呢 是控制中東 和沙特為首的 順利派的那個 殘留國的 嗯 而沙特目前呢 由美國控制著的 這個呢 就是歐洲 啊 出兵 中東 幫助美國 維保 這個 俄羅斯的條件 那是歐洲 先同 先同 美國 共分中東 這個是歐洲國家的最高的利益 嗯 擺脫了美國控制呢 成為世界其中的一極 但是呢 由於歐盟 是多個國家組成 形成的聯盟 即使 能夠成為其中一極 就算是 最弱的一極 也都很容易 很難解 可以說 歐洲 始終 沒有放棄呢 是統一 歐洲這個問題 嗯 而德國呢 社民黨的主席 陳建議呢 就是 在2025年之前呢 成立一個叫歐羅巴 合眾國 嗯 歐洲呢 這個德國呢 始終沒有放棄呢 統一歐洲 嗯 而德國希望呢 實現了歐洲的真正的統一 嗯 嗯 這個 陳建議的拉和那波倫呢 都未能實現的 呃 的理想 啊 啊 那 德國呢 希望呢 將它完成了 而且呢 按照德國的計劃呢 目前所有歐盟成員的外交 和那個國內的政策呢 那個稅務啊 政策啦 啊 的制定呢 都 會 在 2025年呢 呢 是交由呢 布魯塞爾的歐盟總部呢 去掌管 那我想這個也 難度很高 啊 至於拒絕呢 這個計劃的成員呢 呢 就會 被德國呢 徹底的劃出歐盟 德國呢 就會很清楚了 如果歐洲不能夠成為一個整個國家 那基本上呢 就沒有辦法跟中國啊 美國啊 俄羅斯啊 參與這個世界的爭業成為 其中一極的了 那歐洲人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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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轉角來說呢 應該說是德國人 始終是德國人 推動這個歐洲統一 那這個也是 英國撤離歐盟的主要原因 嗯 英國都知道 沒有 沒有 他玩的了 那 這裏呢 跟大家說的事情 大家就知道整個 那個局勢 就是說現在 由一個美國的單一極化呢 會轉為多極化 所以現在呢 就發生很多的摩擦出來 那現在呢 其實呢 個個都在那裏呢 爭緊上位 啊 因爲那個音樂還沒停 那所以呢 大家呢 就爭上位了 嗯 而我們看回烏克蘭亞事件 那如果你明白這裏呢 那你就知道烏克蘭在搞什麼 啊 其實最慘一個呢 就是烏克蘭被人擺上台 嗯 沒錯 美國 啊 那就是 爲什麽美國一直在炒 這個 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呢 就 除了是他轉移 有世人的註意來 在北京的東奧會 因爲 北京的那裏搞得太好了 所以呢 他就搞這件事情出來呢 就蓋下 北京的東奧會的新聞 嗯 但是呢 所以爲什麽 大家會見到他 一來呢 死咬住呢 俄羅斯入侵 那其實呢 美國佬是放火打結的 美國呢 就想 想沒有無他,剛才我們都說了,如果他分配了中國,或者俄羅斯,或者歐洲 就可以幫他解除他的金融方面的問題 現在最容易搞烏克蘭,搞烏克蘭他沒有無他,他想放火打結 去搞烏克蘭的戰爭材,狂炒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他亦都情況因為有戰爭,歐元就可以貶值,令歐洲的富人 就可以走去美國避難,然後那些美人就可以回到美國 之後,美國經濟倒下來的時候,美國就可以用一些美元 之後就強制回來收回歐洲,去抄歐盟國家的家底 金融,響金融和農業,兩邊他都是責任,因為那邊打仗,大家就知道 美國也是農業出產國,俄羅斯的炮聲響,黃金萬兩,其實俄羅斯的炮聲響 經過人受益,大家想想想,其實烏克蘭那邊打響的炮聲響 其實這是很詭異的,如果這樣的時候,糧食危機就會經過倒霉 美國是農業大國,可以大賺特彈,全球股市匯市糧食,貴金屬,受到嚴重波動 美國的資本就可以趁勢去進攻,澳洲大鑊去做修改 這就是主要美國的方法打劫 老美絕對是趁勢去打劫,這一堂事 不用說了,無論金融各方面,其實令到歐洲聯 其實他搞不到中國,現在搞歐洲聯 我不知道是否正確,先生,是嗎? 剛才我們說,他一定要找一個來墊底 不然他救不到他自己 對,沒錯,現在是澳洲 有一個事件,就是俄羅斯從國安撤軍,大家聽不聽到很有趣嗎? 俄羅斯軍隊在俄羅斯里面,你叫他撤軍,撤什麼軍? 我自己覺得 他在中國那裏,他在那裏,他放在那些軍隊那裏 只不過他現在有軍演,就派了一些軍演來 俄羅斯撤軍,撤了那些演習的軍隊就走了 那現在美國人經常都說,他所有的軍都在那裏不行,要撤走 那你叫他撤離些什麼? 難道是撤去烏克蘭?那你才覺得安心 你叫他撤軍? 美國人現在在南海那裏 我來到中國南海,你中國有些軍隊在那裏,我不安心 你應該要撤軍,撤去哪裏? 撤去哪裏? 撤去哪裏? 對 人家叫人撤軍 所以大家有時候,不要聽他們說新聞時報道的字眼 其實裏面很多目中身都不適合 表面上來看,俄羅斯撤軍是打美國臉的 因為他講到咬牙實齒,說2月16號 所以俄羅斯,普京將計就計,16號我就做撤軍給你看 所以美國在全世界的面前再次信用全部 因為美國之前一直欺騙全世界又說,26號 俄羅斯肯定入侵這個烏克蘭 但是九弟人,他又沒有證據,他說他相信他 但是你聽一下他們說 因為他之前之後,現在又說這個禮拜他一定會入侵 我相信他一定會入侵 因為歐洲的國略,也都反映了國際的局勢 一個新的特徵,新的趨勢 俄羅斯的撤軍表面上,就是烏克蘭的局勢是緩和了 不過,本質上是俄羅斯歐洲聯手阻止這個資金流向美國 全世界越來越看的明白,美國內部的銀經濟就很嚴重 當下美國無論是做什麼都好,講什麼都好,都是想收割其他國家 只要講什麼人治道德,什麼人權,那些都是浪費的 都是在它驅趕這些資本,回流回美國 事不過三,當美國在搞亂當的時候 第二條時尊,講這個資金回流 個個就必然會防備了 因為美國在歷史上收割了這麼多資料 算是最遲遲的那隻羊群都會醒覺 就會引發一個美國最害怕的局勢出來 即是說他想去收割 即是個個跟美國回合就對著幹 即是你想什麼我就不想讓你這樣搞 那一場就兜過和俄恩修的戰 那就大較量 於是大家就看到了,俄羅斯一出軍的消息出來之後 歐元的股市就大漲 歐元又漲 只好是歐元的股市不行 但是可以這麼說 因為這次來講 美國也有接觸的 據他報告 他是烏克蘭走了那幫富人過去 有幾個 有150億 155億 去了美國 但是這125億 現在不夠美國的涉嫲 所以現在他繼續要推下去 俄羅斯 未來一個星期就肯定要入新華蘭 繼續推這些摩帝下去 還有美債的匯率對歐元也跌了 都說美國的戰場是打歐的金融戰 是傻的 除了你認識打人民之間 普京在俄羅斯 和烏克蘭邊界那裡演習 和他配合去演戲 是否俄羅斯也不在打金融戰 一陣又說真家無主 一陣又說撤軍 虛虛實實 真真假假 那國際突然就不懶 又是否他們在打金融戰呢 那法國呢 法國近期不斷地穿梭外交 找普京在那裡談 在那裡降溫 那是否他們又在那裡打金融戰呢 那結果呢 是怎樣呢 最近呢 德國和法國呢 俄羅斯的股市呢 又升班了 那英國呢 的帳幅呢 就很少而已 美股呀 大公商品呀 石油呀 都跌了 那美元呢 又又跌了 那美債呢 就跌過不停了 那所以為何要谷呢 那 所以為何會有烏克蘭東部呢 就會有炮擊一下 因為炮擊 美營兌歐元那個兌換呢 又升班上去了 大家玩一下吧 那班人在那裡 現在全部都在玩的 那普京呢 玩這一招呢 就將計就計呢 這樣一搞呢 其實都很高招 因為他搞了這一招呢 就將美國佬的狐狸 尾巴都露出來 嗯 那呢 美國說嘛 喂 你打你俄羅斯 你打烏克蘭 我不會派軍隊過去幫你打的 他就只是推人上陣 自己就不打 那顯示無為了 那跟著呢 德國法國也都站邊站了 那更加呢 會加速他們出動北約 那而使得呢 這一招呢 搞到呢 那麥克蘭呢 自己都自己啊 那個總統自己在那裡 自己嘴巴都說了 喂 這次加入這個北約呢 是無望 人才兩側 這個夢來的 那他就知道了 嗯 那其他的人呢 都加入絕平 嗯 這個 俄羅斯 烏克蘭的局面呢 那英國呢 也都說不會出兵的 那呢 那這次這樣搞呢 大家會不會覺得呢 其實美國佬的信用呢 在全世界那裡都給人看呢 嘩 嘩 鬆了出來 那而五國大樓呢 現在是非常尷尬了 就是說俄羅斯在俄羅斯軍的時候 又非常難看 因為呢 因為呢 這個 這個 普京也都看得很準 因為為什麼呢 美國百分之五十六的兵力 它是調配了去亞洲亞太區 那變了你呢 就是超過一半的兵力去了 那歐洲已經是沒有什麼兵力了 你美國都叫北約上 德國佬啊 法國佬啊 其他國家呢 都說完全呢 現在躲在美國佬的屁股後面 都不敢出來 根本呢 就沒有人敢出面 向前衝 英國也跑得很快 怕走都走不出來 如果霸王這個美國佬說 霸王爛上攻呢 可能呢 要搞到呢 是德國啊 法國啊 烏克蘭呢 直接呢 就當然反水了 嗯 那無論怎樣 歐洲人呢 都不是真是你 就是傻 叫歐洲人打歐洲人 這件事呢 就沒有那麼容易 美國大軍是自己上 啊 如果美國呢 是美軍在歐洲的大約 現在只有4.2萬軍隊 根本就不夠了 俄羅斯去擠牙縫的 嗯 那如果美軍一二高行呢 有可能呢 會造成呢 給歐洲人呢 包餃子的局面 被人圍攻的 那對面呢 是17萬的俄羅斯的 古狼之師 如果不約認低呢 就會怎樣呢 這個只是 普京最想要的結果 只要不約認低威呢 2023年 北約組織呢 就很難再收到 一毛錢的會員費 嗯 因為每個人都看到你這樣 你美國佬 因為那些錢是交給美國佬的嘛 是 大家知道不約是美國都控制的嘛 那些其實 叫做會費 其實就講句不好聽 是保護費 或者是軍費 是和美國佬付錢 去養他的軍隊 放在自己的國家那裏嘛 沒錯 那美國大哥 你自己都認低威了 不能夠保護歐洲的安全 那你說穩定的還會交那個保護費呀 交那個都傻了 對呀 那會變成呢 歐洲國家呢 人心就散了 那拜登終於會體會到 就力不平心的那個感覺 如果呢 不約散了 就會有什麼後果呢 那這個只是 俄羅斯的一戰商叫 超級的掛局 就不約散了 歐盟基本上 就會能夠去掛罰 那德法呢 就必然會開始 大力清洗 這個歐盟裏面那些 藏在歐盟裏面那些 的美國的代言 或者是叫做歐奸 中國叫漢奸 歐洲叫歐奸 那歐洲人呢 就會火速去啟動 這個歐洲盟軍 這個盟軍 這個盟軍 這個實質性的計劃 美國除非能夠有膽量 和俄羅斯的政權交火 那美國徹底 就去了歐洲大力的軍事的控制 那法國和德國也都會加入 對美元的陣營 美元呢 那個小 那個小 那個小一點呢 歐元那個小一點就會崛起 美元小一點就會墜落 所以為什麼 現在說中國和俄羅斯買石油呢 這個俄羅斯呢 但將好牌給歐元 歐洲嘛 因為我用歐元做 就是 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大家就明白了 那全球的金融的勢力呢 就會大洗牌 美軍和美元的霸權秘魂呢 就得到了 如果美國不死心 又會怎樣呢 可能呢 就輸得更慘 那 那 歐洲退出這個博弈呢 只會留下 美國他就 面對呢 中國和俄羅斯 那 天下的大勢呢 就沒有辦法挽回的了 那 我們說 天幹普京 美帝的黑星 那 一朝 玉琴先中 就使得 美國人的霸權呢 又呢 是迫向這個絕路的 大家不要忘記喔 俄羅斯背後呢 還有一個中共大國喔 在暗裏面呢 向俄羅斯輸血的 那 遊戲呢 現在呢 其實呢 還沒結束的 新的鬥爭 剛剛開始 其實那時候我寫到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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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克蘭 東部未開始 套戰 我當時在這個時候 嗯 那 這裏呢 就有一件事 就說 我們說 喂 現在這個呢 似是 那個的新的 格局開始喔 那麼 俄羅斯 烏克蘭演變呢 就成為呢 這個 那個的核武危機 那麼 普京呢 去檢視 這個 這個核武 鐵備 那麼 他想十九日呢 普京呢 去視察 這個核彈 彈道飛彈的試射 那麼 可以告訴大家聽啊 這個 據知消息說呢 他是 射那個 彈道 核彈 但是沒有放過核彈 投上去的 嗯 那麼 在白俄軍縣 也都呢 跟這個 俄羅斯跟白俄羅斯的軍縣那裏呢 那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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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是不供它所以呢 那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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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那三條橋,俄羅斯可以通過那裏很快速去到幾乎 由那裏去幾乎200公里,還短過我們上廣州 你知道我們現在上廣州多久,還少過,很短 俄羅斯的武器主要一件事是警告歐美,你不要來玩麻煩 現在還有一件事是給了俄羅斯一個出師有名 就是他現在在吵架,這個俄羅斯還活著 我一會就這樣告訴大家為什麼他這樣 而美國要求俄羅斯公佈,就說他現在一直玩下去 所以美國要求俄羅斯公佈一定不會入侵烏克蘭人 這是不可能的事,俄羅斯不會做這樣的涉獲 因為這系列俄羅斯是維繫到俄羅斯國家安全的問題 其實美國暗中慫恿對烏克蘭東部地區發動這個襲擊 希望在地面上獲得更多的軍事優勢 美國在湖南這個問題上是狼子野心,是非常明顯的 湖南的局勢不能夠降溫,否則美國不能夠達到制裁摩托斯 進一步控制歐盟的目的,美國必須繼續支持湖南政府支持北約去東海到湖南 否則美國沒有辦法去拔除俄羅斯的底褲,也沒有辦法徹底削弱俄羅斯 但是美國是在湖南的問題上操作國家,比俄羅斯的反制越來越厲害 這次俄羅斯驅逐美國副大使也是另一個強烈的警告 俄羅斯對於美國公佈了美國一份書面公開在媒體上 其實這是什麼呢?就是美國和俄羅斯談判這個湖南裡 美國是拒絕俄羅斯提出所提出的禁止北約東曠的要求 美國通過書面是正式去俄羅斯的 所以不是俄羅斯也正式去俄羅斯去俄羅斯的美國 其實這裡可以看到,不是俄羅斯去搞事,不是美國俄羅斯去俄羅斯 還有大家知道嗎?這幾年美國派到他的國防部長 就是那個黑人去到普克蘭首都演講的時候說歡迎普克蘭加入北約 你可以進去國會公開演說說 這兩年一直不斷提供武器給普克蘭 當然啦,這個都冒死錯誤的,不是提供給你,要給錢的嘛 而且在網上進行俄羅斯將這件事網上公佈 俄羅斯公開發出一個警告,如果美國不能夠滿足俄羅斯的安全要求 俄羅斯就會採取包括軍事技術的措施在內 從俄羅斯的表面態度來看,已經是相當強硬的 連對美國俄羅斯的態勢,俄羅斯絕對不畏懼 美國綜合的勢力已經是金飛色比了 現在和中國的經濟戰裡面有連接,遭受到重創 在這樣的背景環境之下,你覺得司徒還知道和俄羅斯去鬥嗎? 俄羅斯已經獲得中國全力支持,你怎樣去對俄羅斯發出制裁威脅?沒有用啦 很怕會對美國這個舉動也當成是真正的威脅 大家都聽到,如果俄羅斯進入烏蘭,我們會有嚴重的經濟制裁 你說俄羅斯,但他不會去兵王,你說俄羅斯是怕什麼? 中國在美國所發動的經濟戰,跟裡面不斷獲得勝利 在中國的支持和鼓勵之下,俄羅斯對美國的外交戰 變得前所未有這麼強硬,明顯的是美國最擔心的事情始終都發生了 美國在亞洲那邊是跟中國的經濟和影響能力的競爭已經輸了 如果在歐洲補辦和俄羅斯在烏克蘭裡面的問題上的博物 然後你不再需要再說如何去設製中俄的問題 就算是想在這一輪的大國的博物裡面全身而退,估計都很難受 大家看到的情況 首先,美國佬那邊,剛才我講過種族滅絕 但我講少少在這裏,講烏克蘭那方面我講少少 烏克蘭那邊,在烏克蘭東部,待會我會講歷史簡單 烏克蘭東部其實那些全都是俄羅斯人 以前蘇聯那些活歸給湾南,即是等於我們中國的省 你知道我們中國的省,有些地方都是撥來撥去的 譬如說,這個河北,這個湖北,這個叫什麼? 張家厚,不是張家厚,湖北做,我忘記了 那裏以前是屬於河北的,後來又撥去湖北那邊 因為有時候他們那些地方會配入這個山 其實東部都是這樣的現象 那裏的人全部都是俄羅斯人 而且在克里米亞的時候,俄羅斯發了些俄羅斯的護照給他們 他們是俄羅斯人來的 這次美國人就見烏克蘭在吹土經和激烏 普經就頂他去攻去烏克蘭 我說,我死不住那裏,不就頂你來打烏克蘭 普經不,將計就計,我撤軍 撤軍之後呢 跟著呢,美國人不是要搞這個烏克蘭呢 走去呢,去打這個東部 東部呢,現在呢,就給俄羅斯一個藉口 喂,你去攻打我們那裏的俄羅斯人 這個是種族滅絕 如果俄羅斯出軍去打呢 這個不屬於侵略 美國都做過 在聯合國上,如果你保衛你那個民族 而出兵,不算是侵略的 第一個 第二個,俄羅斯又可以很多事情做的 嗯 俄羅斯可以,他現在撤了軍 這些是講故事這樣講的 大家不要這麼認真 嗯 他又會不會說,學回你美國佬 你美國佬又黑水 那我俄羅斯,我又搞白隊 我將軍隊變成僱傭兵 那你東部請我的僱傭兵過去跟你打 那又屬不屬於是侵略呢 不屬於哦 在這個聯合國裡面是沒有的 所以呢 這個美國佬就是用黑水 就將他的軍隊變成保安人員 就進去搞事 那這些呢 就是 顧龍兵來的 是 不關我的事 嗯 俄羅斯都可以學你美國的招架 那所以呢 現在呢 玩下去 告訴大家 俄羅斯不肯定就不會打你 你烏克蘭的 打你烏克蘭就幫你美國做勢的 如果我是用這些黑水啊 或者是這個 這個 種族滅絕 其實他都不用用到種族滅絕 就會了 我突然派俄羅斯軍隊過去 我派多些 你們請多些的僱傭兵 你和你打 那你才是玩死的 嗯 還有呢 這個已經有跡象出來的 我們講下去 烏克蘭 這個俄羅斯 從烏俄邊境 部分呢 開始撤退 嗯 烏克蘭的危機 暫時好像解除了 表面上的 接著俄羅斯 在昆明的軍隊 就進入尾聲了 那一些軍隊就開始 陸續撤出這個軍演集區 所以我們說 等他那些 調來做演習的那些是住手 但他住房那些肯定會放在那裡 不可能會走的嘛 那邊界要守住 那戰爭呢 那個機會似乎好像降低了 但是呢 在不遠的地方似乎呢 有更大一個陰謀呢 在這群集 那這個就是 說美國慫恿 烏克蘭 就想去 打這個 烏克蘭的東部 嗯 那就在 俄羅斯撤軍的同時呢 俄羅斯呢 國家道馬 國家道馬就是 俄羅斯那個 國會人 以351 一名的代表 一投票也是贊成 16名反對 一名是棄權 那他們呢 是以絕對優勢呢 通過了承認 這個叫做 勞金思克 和呢 頓爾 以此刻 這兩個 共和國 獨立的 決議案 嗯 首先 這兩個 共和國是什麼 這兩個共和國呢 就是在 烏克蘭的東部那裏 就是這兩個 他現在呢 通過那個 議案呢 就承認了 他們兩個是國獨的 這個草案已經出來了 俄羅斯國家道馬 通過了這個草案之後呢 就會正式提交給 普京去批的 那如果不出意料之外呢 普京就一定會批的了 這個議案 一旦這個議案通過之後呢 那就意味著什麼呢 俄羅斯就正式承認 這個 這個 勞金思克 人民共和國 和呢 這個頓爾爾 克的人民共和國的獨立的了 然後呢 這個 這兩個州呢 就會呢 再次呢 是拼進去俄羅斯了 就成為俄羅斯的領域的部分 大家明白嗎 即他 他 他 用這樣的來講 好了 原來呢 烏蘭那個 克里米亞的地區呢 和這個 剛才我們說的 頓巴斯地區 那 這裏是包括了 剛才說的兩個州呢 是俄羅斯 最有的領土來的 他那裏生活的人呢 全部都是俄羅斯人 但是呢 在蘇聯的時期呢 列寧呢 就為了增加這個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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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這個地方呢 又撥了進去 哈里米亞 那裏 那裏 他生產力就會更多 而哈魯ル夫 就把克里米亞 又送給哈里米亞 也拖進去 嗯 那裏 那裏 我跟大家說一說 等于这个又是讲故事 这个我们两年前是黑暴的 三年前 黑暴呢 我们现在全部是编故事的 黑暴是香港独立 中国这时候就收回新界 大家知道 这个九龙 大人街越南 就是各样以北人租借的 那我收回 那时候 这个 这个汇聚政府香港独立的那些说 不行啊 这些地方是我的 为什么你收回 那时候我租给你的 我不可以收回 如果用这样的理解 你解释给大家听 大家说没理解 原本不是你的 我当时在你旗下方 你没有那么多人 我帮你而已 那既然你现在这么反骨 我们就收回 那其实里面是这样的 一九九一年呢 苏联解体 乌克兰呢 就是这个 讲这个 俄罗斯乌克兰这件事呢 其实一九一年呢 苏联解体 那欧美一个国家 一路呢 就是慫恿 乌克兰呢 反俄 那 那 好 于是 上一次呢 就是收了 克里米亚 嗯 没错 是啊 而普京就收回这个 俄东 俄罗斯 在乌克兰的领土呢 就断绝 这个乌克兰 入这个北约的 嗯 那 乌克兰的银飞呢 其实呢 就是这样的那个的 背景产生 那赞兰斯基是他那个当前总统的时候呢 美国呢 就是呢 是 呃 当时呢 是克里米亚呢 已经是 给这个俄罗斯拿了回去的 那俄罗斯呢 就没有吞併 这两个州呢 是来 这个宣布独立呢 是叫 是想呢 就叫乌克兰呢 就说呢 喂 你懂得做啦 我现在不是做得这么绝 我只是拿回个克里米亚的 那但是呢 美国佬呢 就叫乌克兰呢 去派兵 过去呢 说你收回这个 这个地方 而老美呢 就叫 这个乌克兰呢 去侵併 俄罗斯 这两个地方 因为这两个地方当时是佛罗斯 嗯 但是你肯定了回来呢 那呢 你就可以呢 去 加入去北约了 那你加入了北约呢 你就可以呢 去打 俄罗斯 摸回那个克里米亚了 如果那时候不行的时候呢 你不用怕啊 因为呢 你加入了北约了嘛 那你打他翻约呢 那我们以北约呢 就会跟你撑拥的了 会以北大西洋公约 共同防卫呢 来打我 帮你呢 是抢回那个克里米亚回来 大家明白 现在发生什么事 是 原来呢 里面是有政策的 在我里面呢 说啊他 哈哈哈哈 我觉得是 都不说而已啊 根本 啊 啊 啊 就是了 那个又傻的 啊 那个又傻的 是 现在他就叫他 去 出大军呢 去 拿回这个 这两个地方回来的边境 修复这两个州 所以为什么突然说 那边说撤军 那边说不打 为什么这边呢 他就怕死亡才不打嘛 所以就製造一些事兵出来 怎么会帮手啊老美 明白 老美怎么会帮手啊 这个 乌兰这次 乌兰这次 不过借机的时候 其实 现在整个欧盟 包括俄罗斯 和中国 都看到 就是美国想玩什么的 那就是 顺着你的势 然后玩回来 转头 时打时不打 让你不知道怎么算好 那么 你美国会想着撞 其实我觉得 美国这次 玩残自己 可以得到短期利益 但是的时候 中长期的时候 他应该没什么 太大的得益 这个 我不知道对不对 先生 就教于你 是 不好意思啊 网络那里 断了线 是 我来 请等等 刚刚说到太热了 先断了线 是呀断了线 哈哈哈哈 好 我们再来 大家 现在就可以肯定了 俄罗斯呢 一定要 将 克里米亚 劳金斯克 斯克 和 晋尔茨克 就聘归回去俄罗斯 因为这些地方都是我的 我就收回你了 是 那么 对这个 乌克兰来说 一枪都没开 就被俄罗斯 拍一下 就联系 三个快的地方 嗯 那乌克兰人 你说他 他甘不甘心 那在乌克兰的历史上 就会留下 去臭名 嗯 不要看这次的危机 暂时解除 但是呢 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 传的问题 就完全 确实 完全没有解除 反而 就更加 因为乌克兰 很快就会 实际了这个 勞金之黑 和 信义 此刻 一旦 俄罗斯 这个普京批准 这两个州 就不会属于 这个 的 因为 现在 湾南东部 他叫做什么 叫他做 有个名词 叫他 叫反 反 叫做反对势力 什么 嗯 武装 这个 反污武装势力 那名词 所以呢 乌克兰的危机 也都 因为 俄罗斯的撤军 会较速的 相反 他们之间的矛盾 就会更加的严重 那另一场新的危机 就在酝酿着 这个酝酿着 可能他不知道 打内战 可能不知道打到什么时候 那 乌克兰今次的危机之中 出现 一些的情况 真的 是值得 大家可以深思 美国偏造出来的俄罗斯 说 将会在16号 攻击乌克兰 乌克兰之后 请乌克兰 混乱一片 在灾难 来临之前 大量的 富豪 政客 竟然 偷弃乌克兰人民 逃离了自己的祖国 在乌克兰 来临之前 乌克兰的富人 坐飞机 去私人飞机 私人飞机 去了 塞浦路斯 尼斯 威尼斯 苏尼西 倫敦 霍尼克 那些地方 最后 最富有 这个乌克兰里面 最富有的100名富豪里面 只有4个人 存在乌克兰里面 除了富豪 之外 乌克兰的政客 亦都 好不了他 在乌克兰 面临危机的时候 乌克兰的议员 召开一次的会议 结果423个议员之中 只有216个议员出席 一半人是缺席的 确定的是 建议 建议有37名的议员 就走了去 外国 已经知道37名去了外国 其他 未知的那些不代表是没走 未确认 其中超过半数 都是吉政党 人民公僕党 这些的议员 这些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之下 资本家和政客 那个真实的民主 不同 当迷急 当国家发生危险的事 来临的时候 他们 手得比其他人 谁都快 因为在资本主义之下 资本家 是国家的主人 而政客只不过是 资本家的代理人 代言人 他们只是为了他自己私人的利益 打一份工作而已 这么巧 我这个无心之失 不是有影响 是 是 这么巧 你正在说香港 哈哈哈 你正在说香港 无心之失 不过事实上是 好 请继续 是的 不可能 跟国家 或者跟民族 共存亡 现在美国 美国依旧 没有放弃 颠覆中国的政权 那个政治体系 以及 经济体系 在中国 和香港 养大 大量的代理人 不断扩大 给大家洗脑 不断继续对立 和矛盾 希望 沃克兰的事件 给一些人 去清醒 过来 当国家 危急的时候 最先走路的 就是那些 那些 经常说 就是那些 资本家 和这些政客 嗯 而这些资本家政客 经常说 人权民主 自由 他们先走 不是我 所以 不要再迷惰这些 基本主义国家 那种的政治体制 和经济 制度 那种优越性 大家也不要 给欧美西方国家 迷惑得到 这里 其实 由乌克兰这种东西 大家 我想 台湾的样子怎么看呢 乌克兰这件事 因为欧美国家 每个都说 不会当乌克兰的 大家看到 没错 我支持你 我支持你 上去 是的 你跟中国打 我给你武器 打的时候 我走过 为什么不见 不见了 他去哪里了 哈哈哈 这是很奇怪的情况 刚才 先生先生提到 例如有某些 省市 去某些地方 例如河南 信仰 在元朝那时候 他在河南江北 行省的中央位置 那时候 在河北 诸多城市 湖北 湖北 和河南 诸多城市 好像 湘凡市 和安徽 很多的城市 都是他的兄弟市 那时候 就是由湖北 去了河南 很多的例子 其实有一个叫做老河口 老河口 以前是湖北 现在是变成 以前是河南 现在是北 现在以前是河南 是不是 老河口 河北 现在是变成湖北 河北湖北 其实很多地方 是转来转去的 是的没错 因为那个 经济的配合 需要 就会变动 变成另一个省 是 没错 还有那个语言上的问题 都会转来转去的 所以的时候 大家去看的时候 会知道 中国有很多省市 其实是会 在不同的时空 不同的语言之下 转变的 这是一个上态来的 一点都不奇怪的 刚才举个例子 我也觉得 咦 香港差点变成了 不幸好是没有事 这样的时候 河北和河南 是非常之近的 就是湖北和河南 也是非常之近的 隔离这样 分别是湖南 由夏至上 湖南湖北 湖北就河南 河南就河北 这样 因为我知道 香港朋友的地理 是我们要讲解清楚一点 让大家知道的 OK 多谢先生 谢谢你 好 我可以继续 是 但是 大卫sir 我们今天到这里 好吗 好啊 多谢你先 谢谢你 知识性很丰富啊 感谢你啊先生 好吗 多谢你 好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多谢你啊先生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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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拜拜 拜拜 今天 知识点呢 其实都挺丰富的 我刚才一直在正正的听 也找到很多图片 找到很多资料 只是补充一下 S先生 刚才所说的 一些资讯的问题 那时候 我们大家都知道 其实 现在 香港的一班官 我不敢说他们真的是这样 只不过 我们都希望 香港的疫情 可以尽快 可以搞定 最好的 在这里 多谢大家的支持 今天的时间到这里为止 我们下个礼拜 S先生再见 多谢大家 拜拜